第九十七回 太平軍不少高級將領,在不知不覺中就捲入了太平天國的高層鬥爭漩渦。 他們當中有些是很清楚自己的處境,知道只有更深地捲進去才會挑衡得以生存。 但有些死了都不知道是怎樣死的,就像曾水源那樣。 他被天皇拿出來,試試楊壽清是不是派了臥底進天皇府,而被楊壽清害死了。 兩年之後,他的兒子曾憲,為父報仇就開槍刺殺楊壽清失敗而被捉住。 現在東皇府的尚書李壽春就再一次審訊,但照舊是一無所獲。 後來李壽春就靠客這樣說了, 嘿嘿,死仔,你今天還不說是誰指使你的呢? 明天就殺你的頭,沒了頭啊,你吃什麼都沒味的,死仔。 林曾慶這陣子日日日被李壽春審問,受盡折磨,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又添多了李壽春這樣一個仇人。 他忽然間就說了,我當然知道誰指使我的了,不過我不跟你說,我要親自告訴東皇,你真是肯說? 李壽春就為即將出現的楚光而偷笑了,見了東皇我一定說,李壽春就半信半疑,唯有向東皇品報了。 楊壽清聽了,就很有興趣地答應親自審訊曾慶,陳成勇、傅宣長、李壽春的一些官員算是陪審了。 大凱東皇對曾慶這個壽春還沒怕完的,只見曾慶是被五花大綁那樣綁進來,他不肯跪,四圍勺下,勺見傅宣長,便對他偷偷地點頭,聽見楊壽清就問他,你為什麼不跪啊? 你殺了我爹,是個殺父仇人,還想要我鬼? 你爹是違抗了軍令才復發的,我跟他沒有私仇的,你小孩子不明白而已。 當時我爹就算不違抗軍令,你都會殺他,你找藉口而已。 嘿嘿,那你小孩子亂猜,快點說,是誰指使你辭殺我的? 曾慶就扮成很細膽的樣子,我……我不敢說。 不用怕。 楊壽清就拿手,指面前陳成勇、李壽春的幾個人。 喏,就算是他們幾個都不用怕,我和你撐腰。 爹憲這時候,就拿下巴向李壽春那邊踩一下。 要他先出去,不然我不說。 嘿,這樣一來,李壽春就發光了。 讀了東話,不要聽這個臭小孩子的說話,他總是想殺殺安八做的。 楊壽清就說,身正不怕影邪。 你出去外邊等下先。 李壽春又哪裏有共鳴呢? 逼著一步三回頭走出屋。 走到尾了,還威脅曾慶說, 你這臭小孩子亂說,我明天就挖你的眼,過你這條理。 傅善松一直看著曾慶,不知道他搞什麼名堂。 楊壽清就說, 喏,他走了,你說吧。 曾慶就說了。 就是他,就是李壽春。 那支槍是他給我的, 給我和爹爹報仇。 那天又是他帶我進東王府的。 嘩,真是一時就激起千重浪。 在場的人,個個都震驚。 李壽春根本沒有走遠的。 他從外邊噔噔聲跑進來, 一邊就說被人冤架,一邊就要打爭犬。 被楊壽清渴止住,啟定。 他想怎樣? 李壽春就拱聲跪低, 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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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 因為神實想問他打他, 他這個臭小子有懷恨在心, 才要血口噴人而已,請東王明察。 楊壽清疑心曾憲, 是歇言報復,就問, 李壽春跟我無仇無怨, 他怎麼會指使你來殺我呢? 那我就不知, 曾憲回答得很得體。 如果他編出李壽春要殺楊壽清的理由, 就反而不爭實了。 楊壽清定了大型, 眼睛睛地看着李秀春 看到李秀春受不住那些陰森可怕的眼光 慢地叩头 他知道这魂真的白线上沙滩 不死都一身残 果然杨秀清站了起身 押他入大路 到我 冤枉啊 冤枉啊 李秀春发出绝望的蠔叫 而曾倩就好得意地望一下傅善祥那头 傅善祥就连亡力尾头 他再都不敢看小这个十岁八岁大的小孩了 那是 曾倩就恨李秀春 因为李秀春是逼供 引有他招认是傅善祥指使的 所以他就反咬一口 这样做傅善祥能够理解 不过东王会那么容易兴讯 是傅善祥感到意外 是不是李秀春在另外什么地方得罪了东王 要借这个机会来铲除他呢 想到这些傅善祥心都寒了 后来傅善祥就说头痛 心口矮 早早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其实他是这样放信号给杨秀清 阻止他来自己的树过夜 这个办法他用了几次 已经不多多了 杨秀清就断定他是炸饼 不动声色的让他先走 好了 吃完晚饭 他连随从都不带 来到傅善祥住的地方来拍门 里面就烫了横蜀 从窗口望进去 吓面 拍了半日门都没动静 杨秀清就大声叫了 开门 是我啊 开门 那再装聋作瓦都不行了 傅善祥也都不点灯 在里面说了 我很头痛 都上了床睡了 殿下你去帝树睡了 越是不让进去 杨秀清就越被吸引 你不开门啊 我就在门口里站 杨秀清果然真的站在那里不动 屋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 过了一阵 傅善祥的外套衣服 轻手轻脚落了床 趴在门口里望着外面 杨秀清真的没走到 他于心不忍 就打开了房门 杨秀清一路入 他就一路说了 端故你都不至于 要我在外面站一晚的 傅善祥摸索着 点了一支蜡烛 杨秀清眼金金地看着他 半遮半怒的胸部 突然间就说 我想明媒正取 立你为皇娘 傅善祥就坐回上床 低头说 这么久了 你都未曾提起过 今天为什么会提起呢 哎 不一天就是我那个黄面婆 我现在立心废了她 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 那 被立为皇娘 那本来是傅善祥 梦未以求的事 现在他反而很怕 这个幸运的到来 为什么呢 或者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但他依稀感觉到 某种朦胧幻影的存在 是谭兆光的闯入呢 是 又不完全是 是他看到杨秀清悲惨的结局呢 还是第二样 似 又好像不似 杨秀清当然猜不透他的内心 他照旧是被傅善祥的美貌和温怨所谈到 照旧在一个冷酷而沽躁的生活氛围里头 去尋求唯一能够得到一点精神和情感的补偿 他上了床 为什么又将李寿春收牢呢 那你真是信是他只需增献行识你呀 那你说呢 我说 李寿春是冤枉的 唉 你的心地真是好 唉 我还想着你会突一个站出来拍手叫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寿春是都说 你是个小孩的指使人 你的嫌疑最大 但是现在你反而以得报怨 好似你这样的人真是小有啊 照这么说 东王你都知道李寿春是冤枉的 是代人受过的了 没错 杨寿清这样回答 令傅善祥就很恶言了 那你为什么不放了他呢 不放得 他必须要充当这个角色 那 杨寿清是以东王的威信为基准的 一个小孩来刺杀东王 手道拿着杨昌 这件的奇案就天经成道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始终都要有个结局才行的 那只是拿个小孩来正发 豈不是笑大人口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主使者 这样才会令人信服 不是人家就会此笑东王办事荒唐的了 傅善祥听完就很想说 想不到官场是这么黑暗的 只这句说话到嘴边就缩回头了 所谓武邦郎就照不出汁的 事出有因 原来上阵派东王在这头的消息 有几次就泄露到天王府 其实知道这些消息的人不多 就得几个而已 比如陈成庸 侯谦芳 李秀春 这些人 都有嫌疑了 杨寿清早就在心里 想在他们几个里开刀 现在正好顺水退周 他明知道可能会错杀 但他不在乎 傅善祥听闻这些东西 就打了个冷震 他说 万一杀了个忠心耿耿的人呢 你不后悔的 坐得我这个位 学至你这么心慈手远 瞻前孤后 那就什么都做不成的了 我看人家天王 就不学得至你这样了 你不知道而已 在天王府 有个叫做杨长妹的人 通过一次水给我知道 谁知过了没多久 这个人就失了钟 后来才知道 是天王下令辣死了 连尸体都见不到 天王好仁慈 还有 你知不知道 那个晴皇娘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 他不是帮天王试这菜 有没有毒 被毒死了 掩人耳目 杨瘦青是唯一 古刀程领南死因的人 再说傅擅长 听听 埋埋这些东西 不如打指杨瘦青的怀中 打了几个冷震 在黄昏时分 直到在窗门上 涂了一层吉红色的下缸 远处高一声 低一声的叫卖声 耐不中就传到傅擅长家 在未时一刻 谭绍刚就从雨花台大营入了醒 今天初一 他照自己一厢情愿的约法 准时来拜访傅擅长 他等到心烦 就找了一本洪秀传 刚刚主持山改革的书经 坐在窗口底来看 看着那本书 但是心不在言 他很怕傅擅长不回家 或者忘记了 又或者是特意冷落他 这时傅擅长的爹 就亲自煲了一壶滚水 冲了一杯去暑潤费的菊花茶 给他喝 还告诉他这些是上等的杭州白菊 喝了就清热射火 不起热匪 老伯是他饱穴授彩 见到谭绍刚看着那本山改革的书经 就坐下和他品评 边树山得好 边树又变了乙诗 讲下讲下 老伯发现谭绍刚根本听不入耳 就劝他说 小将军如果有事 就不如去东王府找他 我女儿有时十日八日才回来一次 好无谱的 千万不要阻挡你的大事 谭绍刚就问 今天是不是初一先 是初一没错 那他一定会回来的 谭绍刚说得好自信 老伯莫名其妙 刚刚想走开 谭绍刚又放下本书 起身骂了 老人家你都说得对 老人家你都说得对 根本没看见 谭绍刚就确实没有把握自己会等到傅善祥 上个派他的约发三章 人家并没有答应 今天是第一个初一 到底傅善祥回不回来呢 他反复着磨了几日 后来还决定下来 情愿见不到傅善祥就回回转后 都不要错过那些万分之一的机遇 那真的是万分之一 是不是悲观了一点 都不是的 事关这几日谭绍刚跟人聊闲天 特意聊聊一下 就聊到傅善祥 个个都对这个女人赞不绝口 敬仰而又格莫的 他在人们的心目中 就好像传说中的仙女之旅 不在凡人的生活圈子里头 在人们的传说中 天王谁言日久而得不到的人 谭绍刚居然上入飞飞 起不是好荒唐 那晚刻睡不着觉的时候 谭绍刚就会嘲笑自己 认为自己肯定中了邪 谁不知 他还说鬼屎神差那样 来傅善祥的家 哎呀 或者这是最愚笨的手朱代吐 不过世上 如果没有那么执着的人 又怎么会有手朱代吐这句诚语呢 谭绍刚对傅善祥来不来 就很难说得埋 清醒的理智告诉他 他确实是竹南打水一场空 但那种不可靠的感知力量 就给了一个极大的希望 令到他十分之自信 傅善祥实会记住初一十五 三十这些预约 他一定会附约而来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谭绍刚就说不出了 完全是一种感觉来 这种不可知的感知 也都在傅善祥身上发生着奇迹 现在街道一阵罗声敲原 一堂小叫就入了傅家的丸子 随着一阵集乱的脚步声 傅善祥就入到来客厅了 躲在屏风后面的谭绍刚 抑制不住心头的狂起 一时血流加快 血往上涌 傅善祥爹就很奇怪地问 女儿啊 你真的回来吗 我家来的嘛 怎么不回来呢 傅善祥走到客厅 脱下腰带 马上走入房看看 又走到后院看看 他爹就问 你找什么呢 傅善祥坐下 轻描淡舍地问 没人找过我吗 躲在屏风后面的谭绍刚一听 忍不住就想偷笑 听到傅善祥爹就说了 哦 有个人来找过 只要走了 是谁呢 有没有留下说话 他爹都看出个女儿的心思的了 于是就诈尝无所谓地说 哎呀 我哪里得你这么多时间 爹呀 你这么糊涂的 来了人客 你很应该问人家贵姓啊 留个名片那样嘛 哦 照这么说 就是你约了人家啦 是啊 哦 那么那个人 说他还会来的 他等不及 回去军营先而已 哦 他好像就是那个 在我们家里 不见了支枪 喝醉酒的那个人呢 哎呀 爹呀 你看你啊 那你不就认得他咯 他说还会来的 有没有说是哪一日啊 呃 当时他有问过 今天是不是初一 哦 哦 后来好像又说 呃 好像又改为 下个月初一那样吧 傅善长就生气得猛脑脚了 下个月初一 还有整个月呢 是不是真的 万点下个月初一严长了 那就是这个月的初一了 那把声突然在屏风后面传了出来 吓了傅善长两副女一跳 只见谭绍刚笑奇奇走出来 老伯就立即问了 哎 年轻啊 你没走的 走了 不过又回回头了 谭绍刚发现傅善长 已经丑到面红已热了 老伯似乎明白了什么 笑奇奇地拎下头 就走了出屋 那 傅善长呢 是太平天国第一个女状元 又是东王杨秀清的深上人 谭绍刚现在和他这样发展下去 会搞成什么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